多狼性卵巢中小群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妇科的疾病 在我们台湾大概生育年龄5%到7%有这样的一个疾病 多狼性卵巢中小群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妇科的疾病 在我们台湾大概生育年龄5%到7%有这样的一个疾病 在英国的话生育年龄大概16% 所以在去年新冠肺炎大流血的时候 他们统计英国一页到七页的他们的健保资料 抓出两万一千个多狼性卵巢中小群 跟七万八千个非多狼性卵巢中小群的病人 去对比他们的新冠肺炎的流行率 多狼性卵巢中小群每千人是18.1 非多狼性卵巢中小群是11.9 用生物统计计算 有多狼性卵巢中小群的病人 增加了51%的危险的激励 为什么呢 因为多狼性卵巢中小群的病人 甘回胖高血压 第二型糖尿病 非酒精性脂肪肝 新陈代谢症候群都有关联性 而有这些症状的人也容易染上新冠肺炎 尤其是当你的脂肪越高 当你的男性荷尔蒙越高 你体内的呼吸道系统里面的我们叫做ACE2 就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第二型 它会数量大增加 大增加就容易染上了新冠肺炎 因此在此疫情苍结的时代 如果你是多狼性卵巢中小群 我希望你要告诉你的主治医师 我有多狼性卵巢中小群 如果说你染上了新冠肺炎 也必须要告诉主治医师 我有正在吃多狼性卵巢中小群的消毒放免和维他命D 那怎么办去防止因为多狼性卵巢中小群 会有活着黑 这些黑色疾病症 或者是有 有时候有第二型糖尿病 这个是二十六岁 多狼性卵巢中小群 竟然右脸下掉了 那它会有活着黑 活着黑 尤其是在小囊的地方 像股房 或者是黑帝欧 或者是活着 这个地方 会黑色疾病 会有无需 这里会长青春症 就是男性化的我们过高 男性化的我们过高 你可以看它外观 所以就是长满了那个青春症的作伤 那多狼性卵短巢中小群 它一定是会有 男性化的过多的抵振 它长无需青春症 黑色疾病症 或者是它可能会有第二型糖尿病 那因果他们发现说 现在情况会很住院的病人里面 百分之六十点三 都是胖的 约半超过三十 所以胖是多狼性卵短巢中小群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再讲 多狼性卵短巢中小群 他的男性化的就是看嘴角这里有一个区 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的肚脊大鱼毛的地方会有 会有一条长毛的地方 那他一定会有那种 诶 骨头嘛 就是男性化的 你看这个才十八岁 他已经上下巴 这里就是黑色的 那这个是黑色疾病症的 那他大概胖120公斤 每次来说胖1000 那后来我建议他 他百分之一说 味道到什么 我们再听到这个门门门门 所以 胖胖黑色疾病症 讲无序全性克尔蒙 然后副脊肺 我们的胖胖有两种 一种是苹果的 一种是磁脂 它是苹果形 胖放在中管 那因为这个脂肪要放第三条性 结合性克尔蒙 结合脂肪的脂肪肝 小是种子 像黑种子 就比白种子 跟白种子 比较容易 然后 然后 胖胖病症比较不够 所以 胖胖病症也是在 新冠肺炎这边的 罚伏商带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所以我都跟 中央宣网口中心的病人 说 我跟中央宣网口中心的病人 好吗? 我跟中央宣网口中心的病人 说是什么? 我跟中央宣网口中心的病人